日本摇滚天团 One K Rock 周六在高雄市運主場館开唱 信场内外六万粉丝穿雨衣朝圣 舞台前出现大型瀑布 与水从屋顶倾泻而下 舞台仿佛成了瀑布修行第一排 也因为没加盖的高雄市運主场館 摇滚区歌迷穿着轻便雨衣 整个凌晨落汤机 但能目睹偶像风采 大家还是很兴奋 不过外场淋雨却迟迟进场不了的粉丝 就火气很大 粉丝陈先生投诉 说自己买特区五千两百元的票 却在大雨底下排了一个多小时 无法进场 最后进场时已经表演了三首歌 看到在车道那边写的特区入口 他们就会往右转 然后进去那个车道 在现场就是在那个车道入口那边 其实没有工作人员引导 所以导致大多数人都直接在车道里面 就是直接挤在里面 虽然天空不作美 粉丝就像在水帘洞厅演唱会 但幸好启动试运战散场人潮输运 并加密班次 散场时25分钟内场内清空 75分钟完成输运 Walkerad的完美演出 仍给粉丝相当难忘的一晚 民事员女院姐陈佩新高雄报道 更多精彩新闻请下载APP 订阅民事新闻网